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春节后第一个法定假期 清明节即将到来 4月4日至6日放假调休 共三天 4月7日星期日上班 G&中国铁路消息 清明假期首日 4月4日的车票 于3月21日正式开售 来看铁路购票日历 此外 清明节和劳动节假期期间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再来关注下高速路出行消息 清明节假期期间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根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此前发布的 关于做好2024年清明节和劳动节假期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作的通知 免费时间和范围如下 清明节假期 4月4日零时至6日24时 全省所有收费公路 含机场高速 收费桥梁和隧道 免征小型客车通行费 4月7日零时起 恢复正常收费 劳动节假期 5月1日零时至5日24时 全省所有收费公路 含机场高速 收费桥梁和隧道 免征小型客车通行费 5月6日零时起 恢复正常收费 免费车辆包括哪些 7座以下 含7座载客车辆 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免费时间怎么算 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7日济南市公园发展服务中心发布2024年千佛山3月3民俗文化庙会招商公告 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丰富市民游客游言内容 将于4月4日至4月14日举办2024年千佛山3月3民俗文化庙会 招商展位地点为千佛山景区主山路两侧 卧服广场集以下 所有商品必须明码标价 商品价格应在合理范围内严禁标价虚高 爆料热线053181935883 爆料邮箱suboxw at 126.com 点赞看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 近年来我去五大园区 紧紧围绕特色优势产业 不宜余力抓招商 全力以赴上项目 项目建设热情持续高涨 亮点持续涌现 成果持续巩固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绿色低碳科创园 一览绿色蓬勃发展知识 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施工震撼 地面找瓶 墙体拆除 气体工程等一系列施工作业正有序进行 为加快施工进度 尽可能缩短项目工期 园区管理办会同区规建服务中心 科学谋划施工方案 相关工作逃大进行 中科院上海应务所 研程轻能中心项目图建施工先行进场 同步进行滥通 变气等专业设计 西服和绿色低碳科创园 管理办公室项目推进科 变广东 现阶段 园区安排专人跟进对接 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江苏海洋经济技术研究院项目硬装已完成 实验室及办公家具 第一批已到场安装 预计3月20日前 全部安装完成 中科院上海应务所 研程轻能中心项目 暖通排风已进场施工 以确定清气房 堕气房具体点位和建设方案 京风前沿技术研程研究院项目研发 办公场地硬装已完成65% 展厅装修已进场施工 项目现场除了忙碌的工人 还有园区项目挂钩专员 他们坚守一线 扎实做好项目服务保障 切实提高要素保障水平 深入一线了解施工进度和设备采购进程 最大限度协调可用资源解决项目建设难题 不断跑出为重大项目服务的加速度 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 吸符合绿色低碳科创源 管理办公室赵永恒 重大项目是园区发展的源头活水 我们紧扣风、光、清、储四大方向 在重抓项目招引的同时 全员、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每日督查盘点、每周调度会办 对重点项目专人挂钩服务 对重要问题随时会商处理 力证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校 擦亮园区绿色底色 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以项目建设之境 支撑经济发展稳 一个个重大项目犹如一颗颗种子 激活一池春水 正汇聚成为我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通讯员陶惠敏 本周3月18日至3月22日 上证指数累计下跌0.22% 收于3048.03点 周线止步五连扬 A股其他重要指数中 深圳城指、创业板指分别周跌0.49%、0.79% 万的微盘股指数延续前周活跃表现 本周涨幅达4.37% 盘面上行业深外一级指数跌多涨少 其中 传媒和农历牧鱼行业领涨市场 建筑材料与一样生物行业表现相对弱实 概念板块中 高速铜连接、短剧游戏涨幅居前 受年报披露窗口期因素影响 本周机构调研热度继续走低 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3月22日18时 周内仅有130余家A股公司接待机构 并披露调研记录 分行业看 本周或调研股主要集中于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 分别有25家、16家板块内公司迎来调研 从概念板块看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 人货机构投资者青睐 热门各股方面 Choice数据显示 汤城备件、长春高新、华瑞精密、科德漱控、天润工业、盛通股份等公司接待了百家以上机构 从调研主题看 伴随A股年报步入密集披露期 多家公司2023年年报亮相后迅速获机构扣门 今年财报季 大额分红平线成为一大亮点 在此背景下 高成长、高分红的双高公司受到更多机构投资者的关注 本周披露调研机构加速居前的汤城备件 长春高新就是典型代表 两家公司均在去年业绩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大幅提升分红力度 此外 月高苏A、史的酒业、天润工业、海油工程等多家年报高分红选手也收获了机构调研 汤城备件于3月18日晚间披露年报 次日盘后 中金公司、淡水泉投资、彭华基金等149家机构调研了该公司 汤城备件为膳食营养补充即龙头企业 2023年实现营收94.07亿元同比增长19.7% 实现归母净利润17.46亿元同比增长26.0% 营收与净利均创历史新高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美食股派发现金红利9元 分红总额超过15亿元 股息支付率约87.7% 较2022年约22%的股息支付率大幅提升 就2023年度分红率较高 是否有未来的分红率指引的提问 汤城备件在调研活动中表示 上市以来公司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占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的比例超过70% 公司坚持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后续会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 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现金储备需求 股东合理回报的基础上进行分红 汤城备件在调研活动中也发表了对行业整体增速的看法 汤城备件表示 近年来中国VDS行业规模保持平稳各位数增长 但受益于2022年第四季度疫情防控政策放开 增强免疫力类产品阶段性需求强劲 2023年度行业规模及公司收入同比增长较大 2024年公司收入增长目标实现面临上年同期高技术影响 事实上公司对行业预期的审慎判断依有体现 其在年报中披露了2024年收入为各位数增长的指引 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薪业绩创新高的同时 大手笔派现长春高薪2023年实现营收145.66亿元 同比增长15.35% 微母近利润为45.32亿元 同比增长9.47% 米美十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 预计派发现金红利18.11亿元 以此计算长春高薪2023年股息支付率达40% 对比来看2020年到2022年度 该公司股息支付率为10.63% 8.56% 9.77% 3月20日117家机构调研长春高薪 公司也在活动中重点介绍此番利润分配情况 长春高薪表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截至2023年末 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75亿元 公司整体经营及现金流均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未来 如果没有特殊的重大支出 以及没有触发公司张成一些特殊情况的前提下 公司有信心在上述分红规划的要求下 实现后续两年的股东回报 前几天 柳州被阴阴于雨雨包场 人们像是生活在水梦画中 今天 柳州终于放晴了 11日柳州迎来放晴天气 她清出游 洗洗晒晒都可以安排上了 注意了 这次广西大部地方阳光露面时间 只有两天左右 阳光稀缺 大家且晒且珍惜 雨雾天气何时翻场 广西晴天短暂上线气温波动大 12日晚起新一轮降雨和五卷土重来 11日白天到12日 全区大部终于放晴 阳光助力 一大波回暖也来了 11日广西大部最高气温 将其刷刷冲上20到25度 12日最高气温大都来到24到26度 白天虽然温暖了 但是早晚还是冷冷的 未来两天大部最低气温在10到15度之间 桂林柳州两地有多个县的 最低气温还在各位数 早晚温差大 大家要灵活穿衣 预计未来几天 冷空气势力偏弱 我国降水将依然维持北少南多的格局 北方大部无大范围雨雪天气 未来10天 南方则是阴雨频繁 预计从12日晚上开始 新一轮雨雾天气又将在广西铺展开来 气温又将有所下滑 未来几天气温起起起落落落 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 未来几天具体预报 广西气象台10日17时发布预报 11日白天 吴州 玉林 北海等市有小雨 局地中到大雨 广西其他地区多云道晴 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 全区多云道晴 12日晚上到13日白天 贵东阴天有小雨 局地中雨 贵西多云道阴天有分散小雨 贵南局地有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雨雾天气 柳州具体天气 发布均提醒 春季天气复杂多变 请根据天气变化 实时增减衣物 柳州一号视频号 今日关注 2月2 龙抬头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新闻爆料电话 18977221234 推广合作联系方式 13877213344 微信同号 推荐阅读 禁止带入学校 柳州所有师生注意 广西三市新发布一批人士信息 返校路上 顺手救了个人 柳州三名小伙好样的 你在看我吗 赶紧安排洗晒 柳州气温直冲25摄氏度 但天气马上又要变脸 柳州发布 柳州 云州 不 不